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拒绝炒CP 细看风起洛阳 关博与王一博工作室的宣发 如今正是CP横行的时代 无论哪一部剧 都想要炒个CP 不论是男女主的官配 还是女主男二的配置 总之 炒CP已经成了剧播的重要宣传手段了 但是对于王一博来说 炒CP这一手段是真的没有必要了 看过风起洛阳 这部剧的观众都知道 这部剧主要是悬疑探案剧 不论是宣发还是网友讨论时 提起黄轩和宋茜都是以案子为主 基本围绕二人在工作合作中偶尔产生点小感情 主调基本就是案子 唯一一次情感大爆发 还是宋茜的五四月发现 黄轩的高炳竹进了连方 短情绝爱而哭 那里真的是为数不多的情感了 而对于王一博的百里红艺 不知是剧魏波时的先婚后爱太过掉人胃口 还是看王一博谈恋爱太过新鲜了 明明剧中的百里红艺是头脑担当 但是观众们却是将他的感情戏放在了重点上 戏看自开播以来有关百里红艺上过的热搜 无疑不与柳七娘有关 此处没有针对演员宋益小姐姐的意思 甚至于风起洛阳的观伯在宣发的时候 都是明明白白地写着 百里红艺聚婚百里红艺真相 百里红艺互助七娘 百里红艺关心七娘等等 没有将CP炒在高炳竹 五四月身上 反而放在了百里红艺与柳七娘身上 而且据波时的小标题 但凡涉及百里红艺 基本也是与感情有关 网友们因为这种种热搜 讨论起百里红艺来 更多的是与柳七娘 而非她的才智 她在破案时的重要性 很多时候 观众都很容易将剧中CP带到剧外来 希望戏外的演员们也能延续剧中情感 那么 若是百里红艺与柳七娘的感情 被有些观众延伸到现实中 对于王毅博而言 绝非好事 于是 明明是同一晚的剧情 观伯宣发时 带着百里红艺的情感线 那么王毅博的工作室 他没有工作室 这里指的是为他宣发的平台号叫做 YBO Afico 所宣发的就一定是 百里红艺的武力值够不够 百里红艺对大家都很关心 绝不会将这重点放到情感上 剧组想要在宣发时 让高炳竹五四月谈事业 让百里红艺柳七娘谈感情 这样无论观众是更喜欢破案悬疑 还是先婚后爱的甜宠桥段 就都能照顾到 但是很明显 王毅博不想让百里红艺在大家的印象中 就只是个谈恋爱的人 对于王毅博来说 戏中CP可以适度 但是戏外 CP绝不要有 很多时候 娱乐圈中的真人 CP 无论真假 一旦发生冲突 绝大多数吃瓜群众都是偏向女生的 这一点 相信各位娱乐圈长吃瓜的网友 也都深有体会 若是王毅博自己的粉丝真情实感的 觉得戏外 CP也很不错 与自家哥哥相配 实际上二人只是戏中CP 那么 这份CP继续磕下去 最终受到伤害的 也终将是王毅博本人 所以啊 看巨人也请多关注一下 百里红毅在事业上的发展 毕竟 这也是王毅博工作室 期望粉丝们关注的 祝 本篇文章全程没有针对演员宋毅的意思 请勿上升